《監防實錄》,第四集 這一集,是最後一集 我在這裡,首先,很感謝 這麼多的觀眾 一直來支持我 雖然可能,因為這個節目 這個網台節目比較小眾 但是 也很固定,有一千幾百 我知道 一直都會看這個節目 當然,這個節目 是一個 小眾的節目 我不希望 對大家有好處 因為我不希望 大家要坐牢 需要利用到我這個節目的資訊 但無論如何,我也很感謝 一直來看這個節目的網友 如果大家有什麼 想 這個節目之後可以聯絡我 也可以看這個電郵 可以隨時電郵給我 或者Facebook聯絡我 這一集 是說出冊 出冊之後 出冊之後 大家會遇到什麼情況 要做什麼,或者不應該做什麼 《監防實錄》 這個節目 在我之前說過 就是 坐牢 那段時間 並不是坐牢的全部 而坐牢之前 打官司也是你坐牢的其中一部分 甚至乎是最痛苦的部分 因為坐牢之前 打官司的折磨 是不少得過你坐牢的 你可能是坐牢 可能是坐半年 可能是坐一年 當然安全的長 我不知道 但是在打官司的過程 可能會折磨你兩年 可能會折磨你三年 心情忐忌 會比你坐牢更難受 同樣 當你坐完牢之後 是不是出冊之後 是不是完結了你的監獄生涯呢 其實不是 因為在監獄裡面 會認識到很多新朋友 也會有很多變化 在出冊之後 離開監獄之後 你會面對一些新的轉變 可能是人生的轉變 可能是人生的轉變 我認識一些囚友 可能是坐牢比較長 基本上坐牢的時候 已經是家破人亡 很悲慘 在坐牢的時候 可能是經歷過離婚 即是你太太 在你坐十年八年 怎麼等你 就離婚 你的子女 會跟你有很大的隔膜 你的父母可能已經離世 在你不在身邊的時候離世 當然 你 監獄是有一個人情 可以讓你去見他最後一面 或者叫他高公 但基本上 你不是在 老人家的身邊陪著他走 至少探不到病 出冊的心態 是因應你營期的長短 要調整一下 當然營期長的 我沒有經驗 營期長的 我真的沒有這個經驗 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去跟大家分享這個心態 但是營期短的話 譬如可能是兩年之內 或者一年 甚至幾個月的話 其實 有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首先 好像坐牢 被人看少 被人 被這個社會遺棄 其實 大家 坐牢 不要有這個心態 因為 坐牢 你已經叫做 抓了數 什麼叫抓了數呢 就是你犯了事 法庭判理有罪 要坐牢 坐牢 你已經還了 抓了數 做人最重要就是 不要看不起自己 其他人看不起你 你是可以去改變人 別人的看法 但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話 基本上 你再很難得過 你記住 出了策之後 以一個心態 就是我已經抓了數 我已經得到英人的懲罰 去面對 對你的人生會好些 除了對自己之外 還有考慮一下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你的工作 你的朋友 大概會是怎樣 這個會是出策前 你需要想定 所以我在上一集 就是說出策前 你的心情會很坦剔的 因為你不斷會想這些問題 你可能會覺得 對不起家人 離開了 甚至乎 如果你是家庭經濟之處的話 更加 更加 又或者你是一個年輕人 讀書 搞學運 搞社運 被人抓了 那 會怎樣呢 出來之後 如何面對社會 如何面對家庭呢 大家要有這麼心理 不妨在 如果你是 自己是不知道怎樣處理的話 不妨在 出策前 跟懲教處的 心理醫生 或者是 福利組 那些福利官 去講這些問題 他可能會安排一些 心理醫生 或者社工 會幫你疏導一下情緒 可能會幫你 以我的親身經驗 我坐過兩次監 每次坐完出來之後 第一天 我都會和父母 和我的老人家 喝茶 跟他們說回我的情況 叫做私事道歉 通常家人都會原諒你的 沒有隔夜仇的 但是公司或者工作 你要考慮 那 你如果是做生意的 在你離開了期間之後 你會不會懷疑你的拍檔 是會對公司做損害性的事情呢 又或者是 出來之後 你怎麼面對你的拍檔呢 通常 通常我 我的經驗都不是有好結果 就是 人性方面 始終是你離開了 你都沒有為公司做過力 這樣 當然 不是以片概全 但是你也要考慮一下 你怎麼面對公司的拍檔 當然 如果你是自己做老闆 一個人老闆 就沒問題了 但是如果你是合股 或者是 跟別人合作 做生意 合作的話 你可能要處理這些關係 結束也好 繼續也好 你自己要 憑自己的經驗 憑自己的sense 去處理 那工作 你沒有工作 那你之前 做的工作 那份 的工作 你可能 基本上是自己工作 那你會不會再去問 你舊僱主 他會不會請你 或者找新的工作 那你自己要再衡量一下 再衡量一下 這些 種種問題 都是出責之後要面對的 出責之後要面對的 尤其是學生 你正在讀書的時候 被抓了 會不會繼續學業呢 家人會不會繼續支持你呢 學校會不會繼續收你呢 這些一連串的問題 我沒有經驗跟大家分享 但是這些一定要做好準備 不要出來之後 才去處理這些問題 你會拿手這麼誠勢 自己有一個方向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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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條理 朋友 那麼 你坐牢 坐牢 我估計有很多朋友 都不會有什麼 對你什麼特別的看法 也都是 現在一個世代 坐牢其實很平常 除非你反一些比較 違反很大的道德的罪案 譬如非禮強姦 傷人 殺人 其他朋友可能會失敗 如果不是 例如我 可能是 一些文科的事情 甚至乎是近段 年輕人參加社會運動 所犯的罪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理解到 但是 我也認為 跟大家分享 就是 要勇敢一點面對 要勇敢一點面對 好像我這樣 好像我這樣 不厭其煩 跟大家說 你坐牢很輕香嗎 經常出來說 我想應該這樣說 歷史是不可能改變的 你坐牢的歷史 都不可以改變 甚至乎 我們的前特首曾任權先生 他坐牢是不可以改變歷史的 雖然他上訴到終審法院 是得席 認為他是沒有罪的 但是坐牢這段日子 其實已經失去了很多事情 何況你可能不是上訴成功 勇敢面對 是你對自己一個擁 你不會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自己 經常會掛在後面 就是我曾經坐牢 我不會再犯相同的事情 還有我在社交媒體 都是我個人簡介 都是很坦白地跟所有社交媒體的人說 就是我曾經坐牢的 我經常都掛在兩句說話 掛在後面的就是 如果你認為我坐牢不跟我做朋友 我尊重你決定 但是如果你知道我坐牢 仍然是繼續跟我做朋友 我更加珍惜這份友誼 這兩個說話是 一個牧師跟我說的 一個神職人員跟我說的 我覺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其實坐牢是可以看到 你的真正朋友是誰 尤其是你的拍檔 尤其是做生意的拍檔 真正可以看到 他是信不信任你 但是他選擇離開 你也不需要可惜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是未結婚 你有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你要處理這段感情 當然啦 你刑期長的 夫妻也可能會離婚 如果你有女朋友 在外面等你 怎樣呢 出來之後 還會不會維持感情 或者更加堅固感情 大家也要處理一下 這些情緒 我見過很多年輕人的囚犯 是很難處理的 很坦剔的 在監房裡面 我出去 不知道會不會再跟我一起 會不會脫脫呢 其實是 其實是挺難的 所以其實坐牢的痛苦 不只是坐牢那個時間 坐牢前的官司煎熬 和坐牢後 你要重新融入這個社會 你要接受其他人怎樣看你 或者要適應你的社會 適應你的朋友 其實也是一個困難 其實也是很困難 坐牢的痛苦就在了 還有就是 你的生活習慣 你的生活習慣 在監房裡面 早睡早氣 小鹽小糖 生活是很清苦 很清淡的 我之前一直來講 都說過了 坐牢有沒有好處 坐牢當然是不好的 但是坐牢有額外的副產品好處 一定可以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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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一個囚友 坐短短三個月 他由二百多磅 出拆的時候 瘦了幾十磅 幾十磅 幾個月而已 幾個月而已 因為他是有錢人 外面吃好東西 進了房間 吃不到你的食物 不吃 不吃就已經收好了 不吃就已經收好了 還有就是 很奇怪的是 我看到很多糖尿病的老人家 很高糖尿的老人家 他吃了糖尿餐之後 血糖真的受到控制得很好 控制得很好 反而他出拆之後 吃回正常外面的食物 血糖又飆升了 現在糖尿病又再次嚴重了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真是房間的營養師 真是營養餐 真是營養餐 真是令你的身體好 說真的 說真的 所以我其實 現在只是保持 有一段時間 我的飲食習慣 是保持房間的飲食習慣 我早上吃飯 下午是吃麵包 然後晚上吃飯 我保持了幾長時間 但是後來 因為社會節奏習慣問題 我還是保持不了 Anyway 所以 監房的生活習慣 是令人健康的 這是唯一 坐牢的好處 第二 坐牢的好處就是 會令到你 有一個 在社會世界 很難得到一個 冷靜 靜下來的日期 每天的日期 每天的日期 你想想 現在 打工也好 做生意也好 什麼都好 你是很難 在一個環境之下 可以一天 看兩三份報紙 看著電視機 有空看書 的日期 很清涼的日期 沒有手機煩到你 沒有電話煩到你 沒有信件煩到你 可能你接到一些不太好的信 這些日期 其實你是很難 很難很難 很難 在現金的社會很難得到 像我一樣 我以前在 坐過兩次監 我也是做圖書館 或者是史無妨 我每天要看七份報紙 為什麼呢 我要幫職員看 你們這些報紙 有沒有賭博的資訊 我可以看著七份報紙 真的可以看完一份報紙 我以前是看蘋果 或者看信報 每個字都看完 當然了 現在看手機了 但我出了冊之後 我想保持的習慣 保持不了 足無凡身 我連一份報紙 完整的台商看完 都不行 更何況你在監房裡面 可以看很多書 你出來都看不到 看不到 沒有空 足無凡身 監房可以有一個時間 給你洗滌心靈 可以給你思考 可以給你寫作 寫東西 的好地方 坐牢這個副產品的好處 當然我不希望大家有 但這也是可以給大家 一些安慰 坐牢中間的過程 不是很可怕的 你是當有一個機會 給自己靜下來的時間 去洗滌心靈 或者操費自己 減壓肥 其實是 副產品的好處 好 這節就差不多了 下一節 我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出冊之後 如何面對朋友 以及 你之前的囚友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韌